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小资女赚钱周记 如果大家是币圈的投资者 应该不会忘记5月19日一役 Bitcoin在升穿了64,000高位以来 第一次跌穿300,000美元关口 好像坐过山车般刺激 还经过保特100米飞人的速度跌落谷底 这一天的单日Bitcoin市值蒸发了30% 除了Bitcoin之外 其他加密货币都难逃一跌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整个币圈都发出哀号 这一天其实是一场比特币的市场身家大转移 如果大家记得上次中概股风暴 因为杠杆式的买卖 令到中概股一度暴跌 而Bitcoin上演的就是集体式爆仓 又是杠杆式买卖 因为杠杆式买卖导致多人爆仓 去到价格跌穿止蚀位 不够保证金的时候 系统会在市场价格时抛售Bitcoin 形成了骨牌效应 而当日大约有51万人都齐齐爆 当日的爆仓金额是接近90亿美金 其实一众的小币都被真相追捧 就好像狗狗币 Dodgecoin和Shiba柴犬币 分别都在6至12个月内升到1000倍 这个环境就好像是美股之前一些科技股 股价是跑赢蓝筹股 但之后大家都看到科技股跌 这个情景就好像有点像现在这个币圈的环境 而另外各种对加密货币的不利消息 都影响到各种加密货币的市场走势 除了近期大家最常看的EM index之外 等等 什么是EM index? 我说的是Elon Musk的Twitter成为大家币市指标 连很多专业的投资者 都因为派Elon Musk的言论威力过大 太轻易可以左右到Bitcoin的价格 而卖出持有的Bitcoin 矿不是太环保 所以决定Tesla不再收Bitcoin之后 Bitcoin就开始大跌了 而且各国也开始出手打击加密货币 中国的发展委员会第51次会议会议上提到 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会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灵活传递 而另外香港方面 政府都以规管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虚拟资产 如果没牌将会罚款和入浴 两地都接二连三出招 令到加密货币市场跌 而火币网也宣布暂停中国挖矿的工作 以上各种利淡因素 就算Bitcoin跌到这么低 也令散户因为市场环境而有些却步 不过虽然跌这么多 但相信仍然很多人都看好Bitcoin的市场前景 始终仍然是很高应手性 市场上也有很多公司接受Bitcoin Wallet 就像PayPal也是收Bitcoin 如果新手又想少着试试密货币投资市场的话 在技术分析面来说 Bitcoin的技术位在三万和两万元左右 如果跌到这个价位 我都会少着分段入市 始终Bitcoin也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 但如果大家想加仓的话 就不需要心急去加仓混货 如果是币圈新手的你 在这个时候应该会很迷茫 到底要入哪一只才好呢 你就一定要先了解各种加密货币的缘由和实力 先去选择投资哪一种货币 这样就会比较得心应手 而现在全球五大加密货币的排行 就有Bitcoin、Ethereum、Thether、Ripple和Litcoin 不过排名是根据每日的交易量 所以每一日的排名都可能会有变动 你可以在CoinMarketCap的网站看到 而里面也有说哪一只货币可以在哪里买到 但要提提大家 Thether是USDT 不是用来炒的 这一只是Stablecoin的稳定币 一个USDT等于一个USD 很多加密货币都要透过稳定币 再去买其他加密货币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代币 而如何去买加密货币 最多人会在专门买卖Crypto的交易所上去买卖 全球最大交易量的分别是 币安、火币和排行第三的Coinbase 不过除了可以在交易所买卖实体加密货币之外 再说另一类方法 你仍然都可以在MT4的券商买入加密货币 这个平台的特点就是可以买升买跌 所以很多Bitcoin的投资者在这个跌市买跌 就算是大跌市人都仍然赚到钱 那MT4是什么平台 它是外汇券商专用的交易平台 全球超过90%大约8000多间的券商 都是用这个平台去做买卖 所以投资Bitcoin不一定要用交易所 如果你还以为MT4只是买外汇 那就要更新一下 除了MT4之外 亦都可以买港股美股的CFD产品 亦都可以买加密货币 兼容性是比较大的 不过要用MT4交易Crypto的话 要留意的就是买卖差价 因为普遍Rsbit会比较大 即是差价都会比较贵 同样地他们做到的杠杠是比较大 所以可以用少量的金码去开始试约 同时你亦都可以用到同一间公司去即时参与交易 如果是用交易商的话 要拿现金出来的话 现在是要用实名制 同时的风险就是怕交易所可能会倒闭的情况 不过MT4这一类平台手组就比较方便 拿钱的话就可以直接转账到你的银行户口 不过这个是杠杆交易 所以是需要成本的 而且波动性都会比较大 就适合一些短线的投资 如果你能跟得到市场的走势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我来说 怎样是一个好的交易平台 一个好的平台就是 入到赚到又出到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入到钱 赚到钱 和又可以拿得到钱 最重要 市场上 这么多买卖平台 大家最重要是选一个有信心 又适合你的 留言告诉我 你们认为哪一个 Crypto买卖平台是最有信心的 记得帮我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